大家好 來到UK選校攻略這個環節 相信很多朋友對於選選自己大學的學科 都會有一些疑惑或者困惑 不知道選什麼好 我們今集的專家Novel就幫到你了 Hello Novel Hello 你好 很多朋友都會向你一些 想問一些意見 究竟應該選擇什麼大學的學科去修讀 現在香港的同學 有沒有對於什麼學科是比較有興趣的 其實除了傳統類型的科網之外 其實近年大家比較注重健康 連帶了運動也是很流行的 所以近年我們多了很多讀運動科學系的學生 以前很多時候可能有些學生 他不是那麼強勁是學生的 都會選擇以前的傳統就是 可能雙科再選擇酒店管理那方面 現在反而有的是 健康方面有興趣 但又未必是science background 可能就會考慮到讀運動科學這方面 那運動科學其實是整個課程的內容 是要讀什麼 還有讀完之後 大家最關心就是 之後可以找到什麼工作呢 其實運動科學是一個很闊的範疇 我覺得我覺得 其實運動科學裡面 學生會學到 一個運動員的心理 心理和人體的那個 我們叫做 他怎樣去 營養 怎樣令到一個運動員的 表達到最高的水平 其實這個可能是很專業的 其實我將來的事業發展是怎樣 如果你說 現在我的同學想在外國發展 那就可以留在當地 去球會 去支持運動員 或者很多sports team 都需要這方面的人才 除此以外 其實都是一個運動方面的專家 其實現在有些可能 可能是訓練、療程 方便的工作 他們都可以做到 那如果同學就是想回來香港的話 那這一科的學生 又容易找到工作呢 其實如果回來香港的話 譬如我們比較料理解 可能近年 因為少了去外面 有很多personal coaching 我們那些叫做 performing coach 都多了 那除此之外 其實很多時候 stadium management 各方面 和體育是有關的 business 其實都可以用到這方面的專才 那這個學科的修心要求 究竟有什麼大學 就是比較famous 在這一科 其實都是一個 比較實用性高的學科 其實對學術的要求 不是最高的 我覺得 其實比較適合一些 學生 可能比較practical academic 對sport有個passion 的學生 其實香港都有很多 這類型的學生 那譬如 比較有名的 就是Angular Ruskan ARU 在劍橋那個地方 是特殊一體的 劍橋大學很出名 是嗎 但是ARU的location 就是跟劍橋大學 在同一個地點 那ARU的學生 可以用劍橋大學的library 跟劍橋大學的學生 我們叫Rub Shoulder 可以做到朋友 可以做到朋友 那除此之外 好了 講回他的學科 他的學科 其實在當地 sport science 是Rank number one Consistently 是非常高的 這個也是值得轉的 那如果同學 聽完你這樣說 都對這個 sport science 這個運動的學科 有興趣 那他們有沒有說 應該在自己 中學的期間 應該要怎麼去裝備自己 需不需要 讀一些 sport science 相關的學科 才比較容易入到 sport science 雖然是一個sport science 是science的subject 但他又在這個學科上 沒有特別對一個很高的要求 那我覺得如果學生 對這方面有興趣 可以多點留意 science跟sport有關的資訊 反而去build up自己的background 去了解一下自己 是不是真的對這方面有興趣 我覺得反而這個是最重要 選擇科的話 最重要自己選擇有興趣 那就會讀得好 讀得好的話 將來的出路就會很好 那各位同學生 如果都對sport science 有興趣的話 那就好好裝備自己 再重新出發啦 那我們下一節回來 再和大家見面啦